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是一個T型 這兩個邊互相平行 那AC跟VC長度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然後這個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VD跟DC一樣 而且這個是90度 現在要你證明什麼呢 要你證明AV跟VE一樣 要你證明這個兩個一樣 那等於是你要證明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這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給他做什麼 做高 這個高的話就是垂直平溫線 那這45度 這45度 所以你要做高的話這45度 所以這一邊等於這一邊等於這一邊 就是說 現在的話呢 就是 這一個 跟 就是說 這個等於這個等於這個 那我把這個高的話移到這邊來 那現在的話 那現在的話 這個呢是這個一半 因為這個是這個一半 這我就說DF好了 DF就是高啦 DF 這是等於高 高的話是等於多少 2分之1 VC 就是說 這個是這個一半 但是VC又等於AC 2分之1的AC 好意思啦 VC等於AC 所以這個高 高大概一半 這個是90度 1比2 比根號3 所以這個是30度 所以這個 腳1 腳1的話呢 就等於那個30度 這是30度的話 所以我就曉得 這是等腰嘛 所以這幾度 這是腳2 腳2呢 就等於多少呢 180度 減掉30度嘛 那除以2 75度啦 所以這個是75度 那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75度 所以這個也是75度 但是這個是45度嘛 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45度 所以這個幾度 這個就是75 減掉45 這是30 這是30 那這30度的話 所以這也是75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角度 就等於那個180 減掉多少呢 減掉75加30 75 加30 度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105 180-105 還是75度 所以這個也是75度 所以這個 兩底一樣 兩底一樣的話 所以這個兩腰一樣 因為 這個叫腳3好了 因為腳2 因為腳2 等於腳3 所以什麼呢 所以AB 等於VE 因為等腰三角形 兩底相等 兩底相等的三角形 為等腰三角形 這樣就得證了 兩邊 兩邊 三角形 三角形